进酒,谁进的,进的谁,瞧着魏无羡一副你不喝,今天就和你没完的架势,难忘机知这人应是有了几分醉意,摇摇头,就要再去夺他手中的酒坛,被人一个侧身躲过。 我们认识这么久,你都没有陪我喝过酒,这次救了人,算做了件好事,就该喝酒庆祝下。你还推托,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,如果你今天不喝,我也不把你当朋友了。 半眯着眼,贬着嘴,像是讨不到糖吃的孩童,一脸委屈。如果我喝,你是否不再喝了?微叹一口气,蓝忘机换上更温柔的语调,如在哄着他。 嗯嗯嗯,你喝我就不喝了,那抱着酒坛的青年,听话地点点头,乖巧的模样,让人不禁想要捏捏他的脸,再抱在怀里好好揉一揉。 蓝忘机得了允诺,浅若琳的眼睛,缓缓看向面前的酒杯,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气,又轻轻吐出,如下了很大的决心,伸出手,端起酒杯,往嘴里盗取。 这是,什么情况?魏无限刚低头一看,就见身前有两只胳膊正上牢固着自己,用力之大,连转动下手臂都不行。 努力丑头想看清背后的人是谁,一见那身白衣,脑袋就是一啊轰鸣。 蓝湛,他怎么会抱着自己,躺在榻上,昨晚,奴口搜刮着脑中不多的记忆,昨天救了人,接着回了白云香,被救的香民不停道谢,然后有位女子,择了一声,魏无限立刻闭眼,不再去回想那讨厌的一幕。 之后他喝了酒,又让蓝湛喝了酒。 啊,似乎想起昨夜那番折腾,魏无限低呼了一声,生无可恋地闭上了眼。 看着蓝忘机拿起面前的那杯酒,一饮而尽,嘿,二哥哥,酒量可以啊,刚准备再也输两句。 就见面前的白衣仙君轻甩了下头,似有些晕,抬起右手扶住额脚,费力眨了几下眼睛,像是不愿闭上,可徒劳无功,眼皮似有千斤重斑,缓缓合上了。 蓝湛,蓝湛,醒醒。 喊了两声,再在人眼前挥了挥手,见人全无反应。 酒量这么差啊,这么快就睡着了,哎,还说陪我喝酒呢。 魏无羡撇了下嘴,又拿起酒坛倒了一口,慢愣地看人闭目垂手,睡得肆无忌惮。 看了一会儿,觉得不能让人一直坐着睡,不然明早定不好受,便起身拉起蓝忘机的胳膊,半拖半价地把人弄上榻去。 刚把人放到榻上,蹲下要去吞白靴时,就见那人腿一动,滑下了床颜,坐了起来。 蓝湛,你醒了,感觉怎样? 蓝忘机像是没听到,直勾勾地望着他,清机的眼神略有几分失忆,眼底还压着魏无羡看不懂的情者。 他摸摸鼻子,想开口道歉,毕竟是自己把人弄成现在这样,明明这般哑正端方,自己怎可以闹他? 你要不要再睡会儿?头疼不疼?见人还是不回答,疑惑蓝忘机到底是醒着阴还是醉着?要不要送你回房休息? 不要,蓝忘机终于有了反应,只是这不要是什么意思?不要回房,还是不要休息?难道你要和我一起睡? 好,蓝湛怎么可能说这种直白露骨的话,想来定是还醉着。这先睡后醉,也是过于独特了。 瞧着他一脸认真点头回答的样子,魏无羡就是一阵好笑。 是不是,无论我现在说什么,你都会认真回答,什么叫得寸进尺?这么单纯可气,哦不,可爱的蓝二哥哥,真是可遇不可求。 嗯,又是认真点头,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魏无羡。魏无羡被他瞧得有些不自在,轻咳一声,继续他的游戏。 蓝二哥哥,我们是朋友吗? 咦,怎么不回答,换个问题是词。 为什么想带我回姑苏? 怎么还是不回答,蓝湛他不会再框我吧,还不带他问出第三个问题,那人忽然站了起来,一把扯下头上竖着的墨鹅,抓起魏无羡的手,直接将墨鹅把他的手腕捆了个结实。 被捆住的黑衣青年目瞪口呆,哑着嗓子半天发不出一个声音。 走,拉起墨鹅的末端,就急不往门口走去。 唉等等,去哪儿,魏无羡忙往后扯,不让人再,走了。 云梦?去云梦干嘛,好端端的,他怎会想去云梦,摘帘棚。 大晚上去云梦摘帘棚? 不,不是时辰的问题,现在,去云梦摘帘棚,快马加鞭也得三天。 哎呀,也不是距离,的问题,反正现在去云梦,太匪夷所思了,每件还是兰望鸡想去。 为何要去云梦摘帘棚,魏仙线继续相寻善诱? 好吃,带惊的。 扑吃一笑,魏无羡突然就硬软了目光,含笑瞅着兰望鸡过分白皙俊逸的脸。 原来,他还记得呀,三年前的约定,前几日的谈笑之语,以为人家早忘了那个约定,也早忘了他。 魏无羡突然好开心,从未如此的开心。 到人面前,放轻声音哄道,现在太晚了,咱们明天去明天就带你去摘好吃的脸棚,随你摘随你吃,好不好? 边说边把人带回踏边。 好,蓝忘鸡乖乖点头,可刚坐下不到几夕,又突然站起来去屋顶喝酒。 嗯,怎么又要去屋顶喝酒了? 这变化也太快了吧,魏无羡努力回想,是不是又是自己说过什么,让人想去屋顶喝酒。 他记性太差,好多事做完就抛,话更是出口就忘。 绞尽脑汁,才看看回忆起三年前,二人相遇的那日, 饭桌上他似乎提过,人生最自在惬意的时刻,便是只酒一壶,对月当空,若在悬作高处,更舔眉洒不羁。 这人怎么把他的话都记得这般牢,喝醉了,就坦然而言,率性而为。 哪然没了往日的一板一眼此时的蓝忘机,率真的过分,又可爱的过分。 不急不急,就我们已经喝了不少酒,明天我再陪你去屋顶上喝,你一谈我一谈,不醉不贵。 对,好不好,咧着嘴,魏无羡又是温声,软语的一顿劝,让人这般醉着出去,谁知道会发生什么。 不好,蓝忘机一口拒绝,说完还是一个劲地往门口冲,莫额尾端捏地死紧,拽得魏无羡一个猎切。 稳住身形就要去拦,奈何蓝忘机身形较高,力气又大,他根本拦不住。 慌乱之际,脑子一热,鬼使神拆得快步转到人身前,微扬起头,不待丝毫停滞。 就这般贴上了那温热柔软的薄唇,那唇瓣的触感极好,暖暖地带着一丝诗意。 全然不似唇瓣主人那般清冷又巨人鱼千里之外,软得仿佛贴着顺滑的丝绸磨缩。 而鼻息间感受到的气息,又莫名使人站立,头皮到脚趾,经脉到五脏六腑无不再颤抖着。 如此还不够,他竟然还悄悄伸出舌尖,轻舔了下那温热撩人的唇,眼睛半睁不睁肩,就瞧见面前紧挨着的琉璃浅眸,疏地睁大,其中满是震惊与迷茫,而那份被压在眼底的情绪似再也抑制不住,瞬间弥漫了整个眼神。 这次,魏无羡看懂了,是渴望,是隐忍,四狂朝汹涌而来,要将它淹没吞噬。 如此炽热的眼神,谁能招架得住啊? 心中一紧,忙后仰伯梗,离开了那两片薄唇。 看着已经完全愣住的蓝望机,夹边仿佛有块火炭燃烧不止,更是胸如肋骨,指尖都在抖。 一握拳强自整定,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聂诺道,你要是再走,我就再亲你一次。 一握在营兰烧不止。 感谢观看